好,现在我们来到了太空厨房的区域,这是我们准备一日三餐的地方。 两边有很多太空橱柜,这是热风加热装置,这是微波加热装置,是用来给食品加热的。 这边有饮水分配器和食品冷藏箱,这个冷藏箱其实就是一个小工箱,我们可以看一下工箱里有什么。 同学们,你们看到了吗? 对,是苹果。 虽然它的空间不大,但是就是因为有了它,我们再鬼才能吃到新鲜的苹果。